注意看,这个美国大猩猩胆大妄为 将中国选手的头像制作成蛋糕 直接进行重拳杂鸡,蛋糕被砸得细碎 随后他一边吃着手套上的蛋糕 一边发出像黑猩猩的叫声 简直是嚣张至极 这个黑人来自美国名叫鲍伯萨普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就极度狂妄 丝毫没有将中国猩猩放在眼里 扬言中国选手就是美长大小屁孩 轻轻松松一回合将其KO 熬日格勒岂能容忍他 也是霸气回应道 但美国选手丝毫不服气 竟然想当着媒体观众恶意动手 现在的工作人员也是拼命阻止 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熬日格勒来自于中国内蒙古 为中国功夫熊猫点赞 关注我,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启动方案